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 步入现代社会后 它快速且稳定的经济增长 吸引着中国千百万人的眼光 高速的发展 农业人口的转型 使得近城乌工人员日渐增多 这些人远离家乡 背着行囊 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寻找着梦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 总是存在着差距 许多这样家庭的孩子 只出众没有毕业 或者很小就跟随父母来到北京 子女的上学问题 便是摆在这些父母面前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北京南郊大兴区 普公庸中学为这些流动农民公子女 提供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北京市第一所为农民公子女所创办的中学 他们对未来非常的迷茫 不知道他们能到哪儿 能做什么 什么会发生 所以呢 在这时候对孩子们的心理支持 和开拓他们的这个眼界 也变得非常重要 在普公英中学 一些毕业的农民公子女 还是难以找到工作 国际美思组织作为一家国际性人道主义 救援和发展组织 以学校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 从学校到工作的培训项目 这个项目根据市场需求于学生的实际情况 将职业培训与生活技能培训结合起来 为项目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及实习企业 并对想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升入职业高中的机会 从学校到工作的项目人员会追踪受益学生的就业情况 并对他们的所需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 他们的父母从一些贫困的地方 贫困的农村来到城市里打工 他跟着父母来到了城市 他会重新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很多学生就会迷失了方向 他们如果能来到我们这个从学校到工作项目 我们会给他很多方面的培训 经过一年的职业培训及求职协助 结业的学生拥有更忧郁的条件及更好的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 那这个呢就是使得有些学生 他已经年龄大了 家里经济上又非常困难 他急于就业 他没有时间再花 也没有钱来花费在另外的三年的这种学习上 张同学是从学校到工作项目的毕业学生 现在他在北京一家大型合资公司上班 工作和收入都比较稳定 当初他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 在一个成衣工厂上班 负责运衣服 他常常需要在高温40度之下工作 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 如果要是在社会上找工作 一般就是通过亲属来把我们带到某个厂 或者是和他们学一些 比如说像什么自己做生意 就是卖一些东西之类的 可是通过这个学校呢 给我们介绍的全都是一些跨国性的 比较好 因为内容的 首先学的东西 还有最以后的路来说 都是很有经验的 经过这个项目的半年培训 职业技能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拓展 帮助他找到了令他满意的工作 我比较喜欢做 其实我的目标不太大 就是善养我的父母 我把他们 能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就是我最大的要求 针对性进行工作技能培训 及工作留任 从学校到工作项目 为这些流动青少年 争取了许多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 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创收能力 项目协调员张老师 常年留在蒲公英中学 为学生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发现他们自己的特长 根据他们的特长 我们会找到适合他的一些实习的工作 让他们去发展自己这方面的特长 发展成为一个职业的技术 然后能够在比较珍规的企业里面 学一些企业里面的技术 能够在社会里面立足 小曼是从河南到蒲公英中学来的 小曼说 从初中以后的吧 工作就是说去面试到处碰壁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话 可能别人对咱们的工作 也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从文人处事上 因为社会经验不足嘛 然后就不是特别好 从咱们这个从学习到工作的项目 我毕业以后在那个企业里面还行 反正是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要学习 他现在在一家高级家居公司做销售工作 得益于美磁组织从学校到工作 培训项目的他 对这一项目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为其他的职业学校也考虑过 但是就是说从学费方面特别的高 而且教的不一定特别好 执教是不公英中学是从建校我们就在那 就比较习惯了就是说还喜欢那边 在之前没有这份工作 现在我至少就是说不用家里面 在为我操心 然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一样的 艺术补满了整个普公英中学 艺术让这些学生记住了他们的家乡 也为他们带来对新生活的向往 就是学生们在这个画的过程中 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 当时这一部图可以注意到这一块 这全部都是普公英 说当时我们问这个学生 为什么都化成普公英呢 他说我希望咱们就是普公英的这种精神 普公英这种文化能让更多更多人知道 这个普公英就代表了一种 我们这个学生 学生能够辩博全国的 甚至于全世界各地 王儒接受完茶道表演的培训 从从学校到工作计划结业后 他回到普公英中学担任实习生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来这学校的时候 看到墙上贴满了花 我觉得是我见过特漂亮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觉得能够一直很高兴地留在这里 是因为图公英一直在感动着我 每当看到图公英们那种最真实的笑脸的时候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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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能够 嗯 就是 我打算留在学校 对 伴随着从学校到工作项目的开展 无论是继续学习 还是步入社会就业 这些流动青少年的梦想 都在一步步地实现 生活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是有希望 有关心爱护的社会力量 我们的困境总会得到改变 也许这就是项目所要告诉我们的